我们今天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单字背诵的方式 Funnels是自然发音 好几年前从纽约引进的自然发音是透过26个字母去学习对应到的26个发音 所以我们学习如果从26个字母开始到接着它这26个字母不仅是它的形 我们还知道它发的音 那接着还有更大范围不是只有26个发音 因为也26个发音不可能涵盖几乎所有英文 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个工具 KK音标虽然是过去比较早的一个学习方式 但事实上现在很多字典上面还是会有KK音标 不可否认的KK音标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念一个单字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就像是注音符号一样 所以我们有了funnels 有了KK音标这两个的工具 接下来我们比方说如果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说OK我要取一个名字叫mini mini这个字呢 我们可能会取做mini 会这样去评这个也叫mini 那事实上mini的名字可能是这样子 是mini 也就是当我说mini 结果你把我的名字拼成mini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是这样拼 你就会知道从四个字母的mini 到了六个字母的mini 是有所差别的 可是这个的阶段仅指于认识 也就是当这两个名字摆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会认错我的名字 你知道我的名字叫做mini 是有六个字母的 这个是单字的认识的阶段 要到拼字呢 你还要认真的去把它拼出来 过去英文课本上面会用mini 分别用这些的笔号把它们分别出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拼的方式 所以从认识到拼的方式 再回过头来再念一次 透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去拼 透过再一次去把它念 这是一个备单字很好的一个的方式 一个的路程 那这个的方式呢 你不能够省略任何一个 所以即便你可能现在是国中生 你对于这个自然发音 你当应该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要会的 你不熟悉 那你应该还是要重新去把自然发音好好的练习 我现在用我们这个单字的书本的节 这个一页 这单字是来自于不可不会的英俭智慧 里面呢我们来做更多的这个单字学习方式的拆解 老师曾经和学生们讨论过这些被单字的方式 我们大概那个时候例举了十二个 十二个十三个左右 最后还是因为觉得太多了 再说也无意啊 只有你用心 你自己可能找到更多方法 我们就停住了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有老师来引这个影子呢 修行就在你个人了 以这个来讲啊 他念作 所以你跟着我念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 哦 这个念作 你千万不能只是用看的不念 或者听我念 你不念 一定你跟着念 透过你的嘴巴 经由你的耳朵 这两个在大脑最靠近你脑袋 这个记忆神经的一个器官 是非常有帮助 可能比你去手写 还要有帮助 偶朵这个字 所以你要念 念就是一个被单字 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的方式 那你也去想想看啊 偶朵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台语的偶朵 哦 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我给你偶朵哦 你好棒 我来给你称赞一下 偶朵称赞台语 所以用谐音的方式去背诵单字 也是一个方式 再来 透过另一句去认识这个单字 也是一个方式 因为你不能够一直背偶豆 偶豆好几个 偶豆念了 老半天写了 老半天 结果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那这样子 对于这个单字 其实也只有一知半解 所以要放在一个句子里面 除了一个句子里面 我们还可以顺便延伸在这边 像在老师的课程里面呢 还会去告诉你偶豆的一个的用法 它不能跟but共用 原因就是在英文讨厌赘述 所以英文讨厌赘述 还有一个像because和so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不能够共用在同一个句子 这里有一个all together 也是一个的方式 它这个就是把all这个字 跟together这个字放在一起 而together这个字 它也可以采音解成to get her 去得到她 所以才能够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 又是一个单字的寄送方式 除了采音节to get her 虽然这个音节方式是不对 但是至少我们把单字背起来 然后我们也从这个句去理解 然后从这个字里行间去知道 原来去得到她才能够一起 这样子的意义 所以从字里行间去理解 我们还可以知道像ambulance ambulance 安不能死 听起来很像安不能死 是不是就是救护车赶快来啊 ambulance安不能死啊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的谐音 就跟刚才的 都有一点像 among是在什么之中 以前学过的between也是在什么之中 所以我们透过图像去了解 所以这又是一个学习英文的方式 图像 那图像among就是三者 between就是两者之间 所以这又是一个英文学习的方式 叫做用已知去学习未知 用between去学习among 这样子一个的方式 最后在这边老师简单的再说一下 像ang到angry这个字的意思 从名词到形容词 照理说是这样子的路径 没有错 可是事实上啊 大部分的人啊 比较认识的是angry这个字 所以从angry反倒是往回推到angry 这两个呢 看起来有点像刚刚我们讲的 从已知到学习去到未知去学习 事实上它还有一个含义 也就是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的版面 它是适合全民意见初级 或者是相当于国中程度的学生 那你还要往前看 看到高中到底在做些什么 高中的英文单字学习 就是像这样子的方式 像这样子一个的方式 我们透过词性去学习 这个就是高中 有机会看一下高中的英文课本 你就会知道老师在讲些什么 所以啊 说实在你要背单字 单字是最基本的 如同中央大学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 陈德怀博士 他曾经说过 英文的学习啊 就是从单字的开始 没有错 老师也非常认同这一句话 所以单字是所有最基本的 但是你要学对方法 你才有办法从听到说到读到写到全方位的英文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